請問大家午安 非常感謝孫老師擺盲之中 抽空他是名師 來幫我們上次的我們很Long的電腦課 很多人很強 沒有是我 我很Long 我剛剛已經跟老師先打預防真的說 老師如果我不會 不要說你那麼老 我怎麼還不會 所以任何一個人都比我強 然後今天希望大家多多學習 那有問題的話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請大家蒐集問題 那可以等一下提出來 那就是老師很會教 因為我們有經驗 被他教過他很棒 那希望同學 希望大家都多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好好學習 那能夠有所幫助這樣 那等一下中午有沒有吃飯 有 來 掌聲鼓勵 大家午安 午安 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我把這個課程定為 Word高效文件製作 那既然是Word高效文件 什麼叫高效文件呢 其實Word的操作 你可以用塗髮煉綱的方式 就是我們我剛剛就是我等一下舉的這個範例 真的用塗髮煉綱的方式去製作 我想大概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才能做完 可是如果是我今天我用我等一下教給你們的方式 你會發現非常快速可以完成你想做的事情 可能大概只需要花一個小時我就把這件事情做完了 OK 所以怎麼做到高效文件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設定了幾個重要主題 除了有大綱階層一定要讓各位知道 還有就是有些貼圖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跑來跑去讓我們格式 變化變亂 那怎樣可以固定住 那還有就是目錄 還有像例如說Word的標題要是設定好 如何把它傳送到高控的去 這我覺得應該都還蠻重要的 另外當然我覺得說只要是大家 大家回去 如果還想要再練習或者是複習 我都會產生一部影片 就是今天上課的內容 然後方便你再提問 就說老師你在什麼地方幾分幾秒的內容不是很懂 你都可以再重複練習 好 我姓孫在哪裡的? 在太陽的陽 我留下我的範例講義的位置 是讓你們到時候可以自行去下載 像你現在就應該可以去下載我的範例 然後等一下可以跟我們同步一起操作 我等一下會留 就是我在講解的過程 我會實際做完這個成果讓你們看到 所以你需要我的範例 再來我的電子郵件 我的WeChat 我的LINE 全部都給你們 方便你們可以用一對一的方式提問 當然你也可以寫信來跟我聯繫 那我之前我是在聚焦電腦公司 總公司的專業講師 最方在新竹以北各公家機關 從總統府運營發布 大概該去的你知道的單位 應該我都去過 那後來到民國100年 我就覺得說我應該再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視野提升 最後再跑去國立陽明大學 去攻讀我的學位 我現在也在國立陽明大學 不曉得要唸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拿到這張PhD的LineSense 這張博士的證照真的很難 那我的研究是 我相信選擇性緊接 它因為有不同的接法 導致RNA在轉逆成蛋白質的過程中 發生了一些功能的改變 導致我們本來可以抵抗癌症的一些 分子結構變了 那當然我會希望說 把它透過一些在生的工程 把它再救回來 那這是我的研究 那也歡迎如果說你們對癌症的研究有興趣的話 我是對這方面是蠻有興趣的 可以互相討論、研究 那我把所有我的電腦教學影片都放在網路上 所以等一下我要先從我的範例這邊開始跟你們講起 然後讓我們先找到我的範例 好 那我的教學的影片大概已經將近3000部 所以也是一個小小的網紅了 那我們現在來觀看一下 我的範例在這邊 HTTPS 它是一個網址 它是一個網址的話 所以變成說我要用Chrome瀏覽器 或者是IE來去做開啟 然後輸入這個網址 請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go.gr 它其實很像google 然後斜線底下的ytz ytz 這都是小寫 可是這個r一定要大寫 rxt 這個t也要大寫 好,請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現在呢 就請你們先去下載我的範例囉 注意這個課程喔 你要下載正確的課程 正確的範例 首先第一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要打開我的Chrome瀏覽器 所以點選 點選最下面 我的notebook 我有這個Chrome 那你們可能在桌面上 就快速點亮一下 把瀏覽器打開 打開之後呢 在這個網址列的地方 這就是網址列 點一下 然後就去輸入我的網址 我的網址是 https 冒號斜線斜線 go.gr 斜線 ytz rxt 可以嗎 我還是給你們看一下簡報 這個字比較大 這個字比較大 好,請輸入 https 冒號斜線斜線 go.gr 斜線 ytz rxt t 甚至你用手機都可以找得到 好了 然後接下來 打完 你要告訴電腦 我打完了嗎 就是按一下 enter鍵 所以點一下enter 好,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我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課程 不是只有今天的課程 我給你 我給你這些課程 供你們 如果說 辭職 然後專心來去研究電腦 可以看好 好久 一段時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2019年11月29號 就是今天 然後 Word高效文件製作 你要注意 這個日期會一直往下 會一直往下跑 好 可以了解嗎 這個日期會一直往下跑 不是固定都是在1234 不要近那個固定位置 好 那到時候會一直往下跑 然後接下來在這邊 是不是會有影片連結 你可能 三五天之後 在這個地方 會發現有超連結 會有超連結 你就點它 裡面我是用一個清單 把所有今天上課內容 全部都放進去 但是我會把它拆分成 不只一部影片 因為我比較喜歡 變成一個小單元 一個小單元的方式 好 然後 可是全部都是 今天的課程內容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是不是有 講義下載 跟範例下載 甚至還有成品觀摩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講義在這裡 講義 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 抄筆記 做筆記的話 其實我的講義裡面 還有圖 還有更清楚的描述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一做什麼 二做什麼 所以你可以考慮 不用去抄筆記了 因為這邊有講義 然後再接下來 是不是有範例 我現在要請你們點的是 這個範例下載 它是超連結 所以要點這個範例下載 請你不要點上面 上面不能點 下面 這個課程是沒有範例的 我們在教那個 直接要做網站的流量分析 全部都是在網路上 你全部要在網路上做好 做好一個網站 所以它是沒有範例的 可以了解 好 可是這個Word高效文件 絕對有範例 所以就點這個範例下載 點了範例下載 點了那個Word高效文件 對應過來的範例 好 這邊有兩個範例 所以你要點選這個圖示 一定要點 你不可以點到中間 你點到中間是預覽 它一樣是打開來看一看的意思 那你要點到左上角這一個圖示 有看到往下的一個箭頭跟一條橫線 橫線就是電腦主機 就從那個上面 你就把它想成從上面把它抓下來 抓到我的電腦主機裡面的意思 好 所以這個示意圖 所以要點左上角這一個下載圖示 所以請點它 那它就會先檢查一下這個檔案 然後問你說要下載到什麼地方 你就點這個下載 然後存檔 可以嗎 我就把它放在下載裡面 然後存檔 第一個範例檔案就下載好了 第二個範例檔案 第二個範例檔案 你可以點它 對 範例檔案 然後一樣去做下載的動作 不是點它 應該點那個下載那個圖示 然後請你點這個下載裡面 然後存檔 這樣就完成了兩個範例檔案的下載動作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我要特別講一下 我現在所寫 我現在所用的環境是 OBUS 2016 不是2010 因為你們今年 明年 落入細菌或換電腦 都是在使用2016 不會再用2010版 2010版跟2016會有一些差距 所以請各位稍微知道一下這件事 好 那我就下載了兩個範例 請問下載好了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範例 好 那這個畫面我就關掉了 這個畫面 因為我範例都下載好了 我再一次提醒您 就是說 如果你看這邊是不是有一個Word高效文件製作 其實不是北投健康中心第一次找我來教這個Word高效文件 我在衛生局也教過 在中山健康中心也教過 可是你都可以找到 你都可以找到 但是大家所使用的範例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都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 這邊還有好多 像例如說 Excel Excel 還有像那個辦公室自動化 大數據分析 甚至還有微定 微廣告製作 反正非常多課 非常各式各樣的課程都在這裡面 期待就是說 如果說你想要再進修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 就是免費的一個教學頻道 然後來去提升自己 然後請你在觀看影片的時候 在影片的下方有一個按 有一個點贊的地方 麻煩請點一下贊就好 好 麻煩一下 那我現在就要把這個視窗關掉了 那我們現在去觀看一下 我們首先要打開這個範例 先給各位觀看一下 當我點選 當我點選這個 剛剛下載那個範例 第一件事情 我是要打開我的資料夾 這是左下角 左下角這邊 資料夾點一下 其實它就是以前 我們稱的檔案總管 好 在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下載 下載 我最後最後下載的檔案 所以我按照日期來排序一下 可以找到剛剛的這個範例 叫做 我的範例檔案 因為這個檔案 因為這個檔案可能是比較久之前的檔案 兩個檔案我都找不到 一個叫做 你們有找到嗎 因為這裡面太多檔案了 因為這裡面太多檔案了 好 2019年 優活體驗營 擴展 擴展 擴展的計畫 對吧 這個範例 還有一個叫做 OBIS 四十招 好 我看我用名稱排序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找一點 好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是 優 優是中文字 優活體驗營 擴展計畫 然後第二個 範例是 OBIS 四十招 這邊 OBIS 四十招 我通常會喜歡把它放在一個指定的資料夾裡面 方便 我不喜歡放在都是下載裡面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先打開這個 剛剛給你們的範例叫做 優活體驗營擴展計畫 快速點 就可以打開來了 優活體驗營 這個範例 好 在這個範例裡面 在這個範例裡面 其實請問一下 各位 各位 你應該可以發現 它是內文 然後 這個 這個是不是標題一 對不對 可是呢 其實它也是內文 這個呢 也是內文 從頭到尾都是內文 可是它把一個內文做成很多種樣式 舉例來說 有做成像標題 但它是內文 然後呢 有做成是標題一 樣式的內文 然後有正規的本文的內文 甚至 甚至 他還必須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是一 一就會有二 對不對 二 而且這個二呢 它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一樣也都是內文 所以你要做到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你要花多少多少的時間 這就是我們講的土把煉糕 千萬別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呢 假設你今天你寫一份學位論文 你至少要寫個沒有七八十頁 甚至到一百頁都有可能 那你要整本書都要統一樣式 怎麼做到統一樣式 這絕對是有方法的 好 所以一定要先請各位先知道 首先 你花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可能都會 都沒辦法去完成一個 就是一致性樣式的設計 會了解嗎 好 那怎麼樣去做到有一致性的設計 這就是現在我們第一個一定要完成的主題 好 那首先各位要知道 它是標題一對不對 這是標題一 這是內文 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標題一 這雖然是二哦 依據 它是不是也是標題 對不對 它是標題一 這是標題一 那請問你 這個是什麼 內文還是標題二 內文 因為 你們應該知道為什麼它是內文吧 我這邊我就不多做解釋 等一下我們就只要把它定義為 它是內文就好了 好 那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標題一 好 那這些呢 內文 到這邊都是內文 然後請問這個是什麼 5 6 7都是標題一 那請問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標題二了 因為標題二下面是不是會有標題三 標題三下面是不是又會有標題四 標題四 標題四下面是不是又可以把它想像 這些是標題五 可是標題五後面就沒有東西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內容定為 叫內文 可以理解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你一定要先學會認識什麼是標題 什麼是內文 好 再來 那請問一下 這些 等一下我們都要逐一設定完畢 這個是一定要先設定好的 你不把它區分好 什麼是標題 什麼是內文 等一下我們就會產生亂七八糟的情形 好 那我們現在來去觀看一下 這邊 這邊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 對 我應該先講這件事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發現到 像這個 這個叫做標題一 辦理其成這叫標題一 這幾個字是標題一 可是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應該就是內文了 所以不能再同意好 標題跟內文不可以再同意好 一定要分開 這不是我奉你們主任或者是阿長的交代 這是大家必須 就是我們以前在學古文吧 應該要了解的 可以了解 還有字體 請問字體要用什麼字體 不要開啟 千萬別用心細靈體 好 還有像那個阿拉伯數字 千萬別用中文的 一定要用阿拉伯數字 如果你要用數字的話 例如說你寫西元2019年 你都應該寫阿拉伯數字2019 或是我們不用西元 我用民國 你都必須要寫阿拉伯數字 好 那我們現在 等一下我們就要逐一去做調整 雖然這是一件苦拆式 但是當你調整完畢之後 你耳後再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很容易的一致性可以去做修改 好 那請問一下 這裡面會不會有表格 這個表格 甚至有時候你還會插入圖片 你會希望那個表格不要亂動 好 這都是有技巧的 再來 再來這邊是不是有看到附件衣 我覺得這個附件衣 這樣做法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我會希望等一下教你們 還有目錄的部分 好 那 中規 剛剛講的這些事情要做到 有封面 有目錄 然後這份很長的文件 甚至最後我要把它轉字 我要把它傳送到簡報 然後快速的變成一份簡報 那這些都是等一下 逐項要跟各位介紹的 好 那首先 首先 我要先介紹一下 剛剛你應該有看到一個地方 有那種多層次樣式 像例如說這個 這個地方有標題1 標題2 標題3 標題4 以及內文 通常最多4成到5成已經是極限了 你居然寫那個計畫 例如說100頁的計畫 我覺得大概寫到4成到5成就已經是極限了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把它定義好 怎麼定義這個多層次 多層次的階層 多層次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你 游標如果是隨便 隨便落在任何一個文字的地方 或是你隨便選 你去看一下這個多層次樣式 它在這個地方定義新的多層次樣式 點下去喔 因為我要用一個新的多層次樣式 所以我就點這個多層次樣式 它這邊了不起就會出現什麼 1 1.1 1.1 有看到喔 可是 可是為了我們要節省一些時間 節省一些時間 所以這個多層次樣式呢 我要選擇我們慣用的 我們的第一階的1 請問是哪一種1 是不是大寫的這種123的1 這個 大寫的這個1 對吧 這是我們慣用的喔 可以嗎 那再過來 再過來 第二階呢 第二階是什麼 第二階我們習慣用的是哪一種 應該就是這種123了 但是我們應該不要包含前面的 好了 我們現在取消 有沒有一個更快速更簡單 真的3秒 甚至如果你會做 10秒內 你就設定完 我們慣用的標準樣式 有聽懂我的問句喔 我們 我們 就是 因為美國人 美國人 他們有美國人的習慣 1 1.1 1.1 這是他們的習慣 我們的習慣不不一樣 好 那如何變成我們慣用的中文樣式 好 請第一件事情 要點這個大寫的1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重點我要的多層次樣式 從大寫的1開始 然後接下來你再點這個 多層次樣式 多層次清單 定義新的多層次清單 它在常用底下喔 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 現在這個內容變了 變得很像我們固定 制式化 需要的 有看到嗎 就這麼簡單 你點到那個項目編號 是大寫的1 有看到這個1 然後接下來 第二階是什麼 是這個 橫的1 然後頓號 記住喔 請問為什麼是頓號 各位知道嗎 因為這個 這個不是大寫的1嗎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頓號 那接下來第二層 當然就是用橫的1 再來第三 第三層 它就也是用橫的1 可是加花火 就代表又是它的下一節 那請問你 4 有看到嗎 這邊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它是1跟一個點 請問這邊是不是就有一個問題了 應該是1 然後頓號 有聽懂嗎 這不是我今天創造出來的 這是大家自視慣用的 有聽懂喔 包含你去看到那個法律樣式 他們的定義方式也是如此 絕對不是隨便來去創造出來的 因為我們要走一致性 你這邊這個1頓號 這邊就要用1頓號 那請問5應該是選擇變成什麼 不是假 5應該選擇什麼 是不是有瓜糊的阿拉伯數字 這個 然後這邊要加瓜糊 可以了解嗎 所以我現在就要教你修改囉 好 首先我們從第一個開始改起 你是前面第三層號號的1頓號 不用 不用 就是前面三階 這是自視化的 可是第四階跟第五階 它都有問題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 第一個要怎麼設定 首先在這個地方 第一階 我們是用大寫的1跟頓號 這沒問題喔 可是你要點這個更多 更多 更多 更多右邊是不是有跑出來 我要把現在這一個第一階 套用給誰 給標題1 這個地方要改 將階層連結字樣式的標題1 請你們往下找到標題1 一定有標題1 有聽懂這件事嗎 因為你現在設定多層次清單 這是多層次清單 然後你要把現在這個第一階 第一階 第一層的清單 第一層的清單編號 要套用給樣式裡面的標題1 這件事情一定要設定好 那接下來 然後你去看一下 這沒有什麼問題了 接下來是不是 第二層清單 點一下第二層清單 給誰使用 一樣給樣式裡面的標題2 所以你要拉下來選到標題2 這邊要切換變成標題2 到時候就整個直接媚取起來了 再來第三階也沒有問題 它就是很單純 就是左邊加一個瓜糊 右邊加一個瓜糊的1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把第三階給誰 就給標題3 很多人就是這邊沒有設定到 那我只設到5階 因為我們這段文件大概就用5階 所以我們再把第4階 第4層的清單設定好 第4層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1點錯了 應該要1頓號 這是一致性的設計 如果在群組裡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吳主任他拿的一份文件 他寫出來的這個樣式 我還對過 社會局也是這樣定的 不是只有健康中心 吳主任要這樣定 是所有大家 我們正規的那個公家機關 都是這樣設定的 最好是你的論文也是這樣設定 不然你的指導教授 一定會跟你講說 請你改寫 會了解 好 提問給你們參考一下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1 後面那個點刪掉 然後加一個頓號 然後這邊 這邊是不是改好了 改好了 然後記得要把這個4 給誰 給哪一個樣式使用 標題4 不要提4 再來就是5 5 5這邊呢 我們要 就是阿拉伯數字 你沒問題 但是我要什麼 我要是左刮幅右刮幅 右邊什麼都沒有 這是一致性的設計 你放心了 就是這個編號旁邊 還會有一點點距離 它是定位0 這個你就不用再去手動設定了 好 那所以我在5這邊 它本來是不是叫假 現在我們不要用假 因為阿拉伯數字都還沒用完 好 反正就是一個 例如說這個 這個要用兩次 這個也要用兩次 所以記得把這個1的前面 加一個左刮幅 1的後面 加一個右刮幅 然後把後面那個頓號給删掉 然後接下來請把5 套用給誰 標題5 標題5 就是把5 第5層的這個編號的樣式 套用給標題5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邊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什麼 階層 標題1 標題2 標題3 標題4 這樣才能夠結合起來 這邊的多層次清單 才會發揮它的作用 好 如果都設定完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它連這個階層都幫我們排好了 我們理論上這些都是不動的 好 然後就點選什麼 確定 好了 我們現在就先來觀看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我現在我的教法是為了一致性的設計 請問 這邊它放了一個enter 就是段落符號 對嗎? 這是錯誤的方法 應該是要放shift加enter 強迫壞行符號 因為 因為你把它按enter 它就是兩個段落了 可以嗎? 什麼叫兩個段落 同樣一句話 你只是為了視野上面 視覺上面 不希望它能夠分兩段來去描述吧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應該先把這個改成 shift加enter shift加enter 它就 選到這個段落符號 然後變成什麼 shift加enter 我現在要告訴你 其實不只你們不知道 很多這些細節 真的 你要是不寫句話 你也不可能知道這些細節 你就只能塗髮練 在那邊慢慢做 好 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是一個標題 不是內文 所以我們先把 先把這個 這一個段落選舉起來 然後改成標題 改成標題 其實等一下我會把這個放在封面頁的地方 因為它是封面頁裡面的內容 好了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標題我已經設定好了 可是呢 它變成什麼 預設是用心系名體 一點都不好看 所以記得要把它修改 那修改 我不可能一個一個在那邊慢慢改 所以呢 我必須要怎麼改 我必須要修改這一個 滑鼠右鍵點 它有一個修改 好 請點修改 修改標題 請把它改成什麼 標開題 在字型的地方 請設為標開題 標開題 找一下 然後接下來 例如說字型16出體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是標題 所以確定 但是我不喜歡 就是說它距離太遠 這個距離應該要稍微近一點 因為代表說 我只是 不過你不改它 我覺得都無所謂 因為它等一下根本就不應該放在這邊 它應該是放在封面頁的標題 好 接下來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標題一 這應該是標題一 所以我們 我們在這個地方 應該去修改 修改 所有的標題一 因為你不能在這邊改 你在這邊改 就只有改到什麼 一個 我這裡面有多少個標題一啊 我要改我就全部一起改 所以呢 這個標題一怎麼修改 滑鼠右鍵修改 首先我把所有的標題一 我通通都定義好 變成16字型的標開題 可以嗎 十六字型的標開題 然後出題 標題嘛 這無庸置疑 沒有問題 好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 我比較 請你們要特別注意 就是 這個內文樣式 要改成什麼 要改一下 改成 無根據 樣式 無樣式 沒有根據任何樣式 什麼叫沒有根據樣式呢 就是說 我自己 製成一格 我不要再 隨著 內文改變 而改變 這叫 無樣式 根據 根據改成 無樣式 確定 那你現在 你知道嗎 這個改好了 這改成 十六字型大小 標開題 不只他改好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改好了 這個也改好了 你覺得棒不棒 千萬千萬記住 你一定要學會這種 一勞勇 就是一致性的做法 如果這份文件是你做的 你聽到 我現在教的這個內容 你會感動到流淚 真的 原來我改一個 你當時應該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可是不管怎麼樣 那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地方 我們做好了 然後我們把內文定義好 好不好 內文 可是 為了我們相對方便 我建議先把 標題一 標題二 標題三 標題四的根據樣式 都先改成 無樣式 也就是這個 標題二 滑鼠右鍵 修改 麻煩請改成 樣式 這個樣式根據 改成 無 請先改成 無 確定 標題三 滑鼠右鍵 修改 然後請把 樣式根據 改成 無 因為 我等一下一動內文 大家都會跟著動 那是因為 它會預設 它就是 隨著內文的修改 而改變 好 接下來 標題四 一樣修改 然後 樣式 根據 無 改成 無樣式 那標題五在哪裡 現在還沒有 現在指到標題四 一二三四 好 因為它自動 自動會偵測 你的文件裡面 這是OBIS 2016 才有的功能 它會自動偵測 如果你是用2010 對不起 它不幫你自動偵測 你總共有多少標題 好 2019也有自動偵測 好 那接下來呢 請問這是不是內文 這就是一個標準內文 而且呢 它是不是設定什麼 前面要空兩個中文字 什麼之類 好 那我們 這個是標準的內文 所以這個時候它本來就是內文嘛 所以 點選這個內文 可是 你應該要點叫做 更新內文以符合選取範圍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這個內文呢 現在這個內文 我就依照現在你所選擇的這個範圍 當作是內文的樣式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我 所有的這些應該都是內文 這應該都是內文 所以我就點一下內文 那請問一下 這邊有看到二依據 後面這些應該叫做內文才對 所以刻意的 游標落在這個地方 按一下Enter鍵 然後請把 請把 游標你不用再刻意選什麼了 你就直接點內文就好了 對 它就自己依照你內文如何定義 我剛剛已經定義好 它前面就是要空兩個字 那因為它本身它就已經做好這件事了 所以 日後 日後 你只要是內文 它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呈現 那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不是三 目的 請問一下 這個內容是什麼 這個內 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我們現在去看 它到底選擇了什麼 首先它不是標題二 這一定要知道 標題 標題 了不起二到四個字 了不起 你再稍微多一點字 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不會是什麼 不會是像這樣子的內容 這一看就知道 它其實是內容 文字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去看 它到底 我們預設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它在這個地方 就是 樣式太多了 它沒辦法全部都呈現 所以 它這邊有一個更多 更多在這裡 這個 這個小小的 這個 點它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樣式 它到底定義為什麼 它定義為叫清單段落 好 你大概只要知道清單段落就好了 什麼叫清單就是有123 這個就是清單 清單的段落 它既不是標題也不是內文 好 這可不可以修改 這我一看我就覺得 我還要再做細部的修改 我跟你講 你拿這樣子文章給你的老闆看 他一定會說 你要不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講座的講 稍微移到右邊一點點 切齊 不是比較好看嗎 對不對 好 我只是提醒你 就是說 這個是屬於小細節了 小細節我們先不動它 好 這個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內文 那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目標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 1234 有看到 我是不是應該把這個1234567 改成叫做清單段落 點它 可是你會說 奇怪了 這個清單段落為什麼又跟這邊不一樣 好 我們先把這個 選到這個叫清單段落 對不對 然後滑鼠右鍵 然後更新清單段落 就是 這邊 這邊 我把它定義為清單段落 這個清單段落 這邊是不是也 就是 把它設定為清單段落 一更新 全部都跟著更新 但是清單段段落 它有一個缺點 你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手動去設定 這個 你要手動設定 它是要從 1開始邊 這個 從1開始邊 這個 目標要從1開始邊 可以知道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它等於說 這個是目的的1 這個是目標的1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在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 請問這個 標題1 沒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把它按一下 Enter鍵 然後把它改成內文 對不對 這連續剛剛所說的一個做法 在接下來這邊 呃 承辦單位一樣按一下 Enter鍵 然後把它設為是內文 實施內容 實施內容 實施內容是什麼 實施內容 現在我就要把它 想成是標題1 標題2 標題3 那多層次清單 因為 因為它剛好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特別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首先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標題1 這個呢 標題2 所以我就點一下 你看它這邊是不是已經選好 它是標題2 所以顯然這個標題2 我要修改一下 因為這個字是不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修改 修改標題2 把字 因為剛剛這邊標題1是16 所以這邊我們 我覺得應該把它改成14 大小稍微有點虛格的 標開題 然後點選確定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標題1跟標題2 標題2 這中間這個行句實在看到太大了 雖然我們的標題 它就是要這麼長 因為它這邊這個就是標題 這就是標題 好所以我會刻意的把它 那個行跟行之間的距離 減少 怎麼減少 滑鼠右 對不起 要在這邊修改 滑鼠右鍵修改 你特別注意 我都不是直接在這邊 然後做這些格式的設定 我都是直接修改這個地方 為什麼 我要一致性 我只設定一次的樣式修改 整個標題都一起跟著修改 所以滑鼠右鍵 修改 是點常用底下樣式的標題2 修改樣式 然後選什麼 稍微注意 這個樣式根據這邊一定要改成 無根據樣式 無樣式的意思就是 它完全不依據任何其他樣式的修改而改變 然後 行跟行之間的距離 所以在格式裡面的段落 然後接下來呢 在說牌與行距這邊 行距 請改成 例如說好 因為它是標題嘛 標題 你可以把它改成是 單行間距 但是你還有另外一種改法 就是 與前段的距離 你可以改成自動 與後段的距離 也可以改成自動 自動 自動到底是多少呢 自動就是1.25 就是自動 也就是說 它會空出一點點的空間 就是6 6行 然後上面是6 下面是3 6點的一個距離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6點是多大 但是就是空出一點點距離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地方 可以去做這樣子一個調整 你這邊不動都無所謂 可是你這邊就必須要動 你這邊一定要動 行劇 行劇 請把它改一下 改成單行 這個 行劇 改成單行 否則那個距離實在太大了 當然 你為了 如果是要給市民看的文字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收過那個法院記的 那個字絕對不是12 是不是稍微大一點 也不會大到很離譜啦 但是 但是我只是說 提醒你們稍微知道一下 你可以最多最多設到1.5倍 好 我們先看單行 然後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距離就拉近了一點 然後接下來請問它是什麼 因為它還可以再做 它還有再下一階 所以我這邊我可以把它設為標題3 可以嗎 標題3 那標題3我是不是要再設定自行大小 例如說標題3我一樣設成14出題 所以一樣在這邊修改 你會說老師你怎麼一直在改這邊 可是我改的都是不一樣的 我剛從標題1改到標題2再改到標題3 我各要改一次 以後我就不用再改 那最後我會教你一招 我把這一份文章變成樣本檔 我就只要匯入 我連改這些標題我都不用改了 好 那你要稍微知道為什麼要修改標題3 滑鼠右鍵修改 這個字是不是要改成 例如說14出題 甚至你可以把它變成12出題 我都覺得是OK的 好 反正內文是12 你標題字就是要比內文稍微大一點 或者是出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改成標題3 然後確定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1好像比這邊來的右邊一點點 對不對 你看起來你會覺得說 我希望把這個稍微拉到左邊一點 你知道是拉什麼嗎 是拉這一個齒規 你有沒有齒規 你有沒有齒規 檢視底下齒規 是可以把齒規打開來的 檢視底下齒規 然後把這一個 這是不是標題2 標題2的這個齒規 這個叫做 首行縮牌 首行縮牌稍微拉到左邊一點點 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我就是要超過他就對了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事呢 接下來因為你現在游標是不是落在這邊 請把標題2更新一下 好我們接下來下面就只是套用 對了這邊還有一個標題4 因為標題4下面是不是還有內容 所以我覺得這可以把它變成標題4 你看標題4我應該做成什麼 點到這個標題4然後點一下標題4 這字是不是太大了 好所以我就把它改成 例如說12出體 所以滑鼠右鍵是在這邊修改哦 修改 所以點選常用樣式底下的標題4 滑鼠右鍵點這個樣式 然後進行樣式修改 然後把它設為什麼 例如說12出體 然後一樣是標開體 然後接下來點選確定 那請問你 這 這個呢 這個要設為什麼 清單段落 有看到嗎 清單段落 所以點它 那你一定會說 這個清單 這個清單段落應該又要再分 標題1的清單段落 標題2的清單段落 標題3的清單段落 我現在暫時不分了 我現在暫時不分 可是你要知道說 原來是要去做這些的一個化分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是這個 現在這個 首先我們一定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從1開始 從1開始跌 從1開始跌 對吧 這應該是標題4的清單段落 還有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 這個段落 這個清單段落的字啊 我們是不是應該改成標題12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 這個清單段落 我去哪了 把主要件修改一下 修改 我覺得我應該要把它換成12 12 12 而且是標題 然後確定 這邊改了 這邊改了 你上面有沒有跟著改 通通跟著改了 我應該稍微把這個顯示比 稍微放大一點 給你看 你看 這是不是清單段落 是不是有跟著改 改成12 標題 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你可能 我這邊我要特別陳調 這應該要變成是什麼 標題4 清單段落 有聽懂嗎 因為標題1的清單段落 標題2的清單段落 標題3的清單段落 標題4的清單段落 應該要隨著這個內容 要退後才做 好了 這個我先不敢 我現在要繼續先講 這三個是什麼 標題4 因為有1就有2就有3就有4 可以嗎 這是標題4 所以點一下標題4 你看這邊標題4 這是1 這是標題4 對不對 這是一個標題4 這是一個標題4 所以下面這個 這個是不是也是標題4 記得要把它按一下 inter鍵 把它改成 改成什麼 內文 可以嗎 這個的內文 再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按一下 inter鍵 把它改成內文 內文 好了 那請問你 這個是不是標題3 這個看得出來它是標題3嗎 因為你記不記得剛剛我們在最早的時候定義 大寫的1 大寫的1 是標題1 然後橫的1 頓號 這是標題2 這個是什麼 刮幅的1 所以是標題3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就點回去標題3就好了 那記得標題3 那記得標題3 這個一定要按inter鍵 然後這個是什麼 內文 這是標題3的內文 然後接下來這個也要按一下inter鍵 然後內文 你其實從這個地方可以看 我們在創造 左邊 左邊我們在創造一個很漂亮的目錄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按inter鍵 然後它內文 好 然後接下來請問 這個這個是不是標題2 好 點選標題2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因為它綠色它就是已經自動幫我們切換變成標題2 然後接下來 我能不能再問一下 這個是來自於衛生局的文件 對 真的嗎 好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有入文 好 繼續 因為它情勢比較多 對 不是 我要教這個課程 我在洪湖的時候 我跟主任在對話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要教什麼什麼 然後他特別去找出這份文件 他說一定要教你們 對 對 我們寫論文也是這樣寫的 不是只有計畫 那個論文也是 好 這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請問一下 這個2下面 這是不是標題3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標題3 標題3 這邊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標題 真的 他把 他這邊只有放內文 所以我 變成 我 我變成 我只能在這邊 多幫他加幾個字 叫做 醫療資源 有聽懂嗎 有聽懂嗎 因為那個標題就是標題 你不能把標題跟內文混合在一起 那我到底是要把它定為標題還是內文 所以在這邊我刻意加解字叫做 醫療資源 醫療資源 然後接下來冒號 按一下 好 等一下 我先把它改成 因為這是瓜糊 瓜糊的1 所以是標題3 然後接下來記得把這後面 這個醫療資源冒號 後面按一下 inter鍵 改成內文 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是標題3 然後 現在這兩個 這兩個叫做什麼 清單段落 所以一定要點一下清單段落 然後記得把這個清單段落 改成從1開始邊 然後接下來 這個 這是很標準的標題2 他已經設定好了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 清單段落 可以嗎 因為他已經沒有下面 沒有下面的那個 其他接 所以這邊只能放什麼 清單段落 到這個地方 清單段落 然後記得把這個改成從1開始邊 沒問題 沒問題吧 然後再接下來 那你這邊一定會發現是很奇怪的事 那是因為我們的清單段落 我們等一下要修改 變成阿拉伯數字1才對 好了 我們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 我們不要用編號 我們用項目符號 甚至我們不要編號都可以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 簡單說 他就是 雖然說 他這個意思是有先後順序 才會加編號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說 你在這個地方 你把它改成是項目 這個項目符號 其實也是可以的 好了 甚至不加這個編號 我覺得都可以 再接下來 這個是不是標題2 這個 這個看一下 它還沒有下面 沒有下面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改成什麼 清單段落 然後記得把這個地方改成從1開始邊 我快講完囉 5 5 這是不是也是標題2 所以 要把它按enter鍵 然後接下來改成什麼 改成內文 然後接下來評價方式 這邊 這1234 全部改成清單段落 記得從1開始邊 好 然後這兩個我想沒問題 就是清單段落 然後從1開始邊 請問一下 講到這個地方 我先按一下 Enter 稍微區 區別一下 我先按一下Enter 然後這邊放一個內文段落 好 請問我講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這個 這個內容 真的非常寶貴 可是這真的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當我今天我都定義好我的段落之後 我以後 我把標題改紅色字 哦 一個動作我就做完了 我不用花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力氣來去做修改 這樣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像現在這個內文 這個表格 這個是表格嘛 表格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表格裡面 我就會希望把它定義為 全部都是本文 我會 我會認為就是說 表格裡面的文字 我需要刻意的前面空兩個字嗎 不需要 所以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創造出一個新的樣式 它這裡面樣式那麼多 這邊樣式那麼多 你可以隨便點一個 然後去設定 它去修改樣式內容 我舉一個例子 我現在我就用本文 表格本文 我就用本文好了 所以現在 現在我選到這個 然後點選本文 可是本文你有沒有發現 本文我 本文的字大小 我是不是可以去修改 所以呢 我在這邊 首先本文 我不要依據任何的樣式 我就自己 都自成一格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標凱體 沒錯 但是我只要12 而且不要除體 不要除體 然後再接下來 我 不要第一行 我不要第一行 空兩個字 所以在這個地方 段落 設定 就是 就是 格式裡面的段落 設定 為 指定方式是5 行高是 單行間距 左右對齐 好 這樣全部都設定好了 確定 確定 這就是我的 本文 那 這邊是不是還看到 有兩個字 空了兩個字 對不對 我就手動 往前 然後接下來呢 現在我 游標是不是在這裡面 滑鼠右鍵 記得要更新一下 本文 更新一下 就用現在這種樣式 來更新 好 我已經創造好了一個 叫做 本文 你也可以創造 本文2 本文3 隨便你 然後接下來把整個表格 點選 本文 表格恢復 那我當其他的表格 我也要 我也要 選擇本文 表格中的本文 可是 可是這個表格我覺得還不夠完美 因為 因為2016 他多了一個 我覺得很棒很棒的新功能 你一定要知道 請問一下 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 你現在感覺好像他從最左邊開始 其實不是耶 他不是從最左邊 然後好像超出了右邊一點點 可以看得出來嗎 對吧 這就叫不完美 聽得懂 聽得懂 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手動設定我們的 就是文章 左邊要控幾公分 右邊要控幾公分 可是我就希望表格就是貼得整整齊齊的 也不要 除非你小 你可以置中表格 可是我覺得 大 我就是這個極限 請不要一下座抄出去 這樣都不好看 所以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他有提供一個功能 選到這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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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設計 在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裡面有一個叫自動調整 自動調整 為四窗大小 他就會自動調整回來了 整個往左邊搬 等一下我會 拿另外一個表格再給你們看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不會被挑毛病 我真的不騙你 學術上面 我都不覺得我的指導教授在挑我毛病 可是你要說服我 我覺得就是說 只要你說得出來說 我這個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就接受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個表格來去做講解 例如說現在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快了 我選到全部的內容 然後要點什麼 本文 整個都回來了 可是這個表格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他 右邊 右邊有看到 稍微抄出去了 左邊是有對到 右邊是不是抄出去了 所以記得 記得版面配置裡面 自動調整成視窗 但是很不幸的是 稍微有點變動 那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這一行字應該 不是我要批評 製作這份文件的人 它應該要放在右上角 就是字表日期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因為 因為哪有標題 放那麼多字 你可以在最下面 在表格最下面寫 廢柱 好 那我接下來 我現在要請你們 稍微知道一下 這件事 所以我刻意把它 往左邊拉一點 然後這個 往左邊 拉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 可能會比較好看 可以嗎 因為重點是這個字太多了 其實最好是 最好是拉到這樣子 會比較好 因為主要就是這個字太多 這些字根本就 這個 這邊應該只放四個字 叫收案兩數 對不對 而且我會認為 既然是數字 應該靠右隊騎場 對 好 先不管 我覺得這都是小 這都是小事了 好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附件也有問題 這個附件 因為剛剛我是不是做了一個本文 所以 我把它連選本文 我重點是要呈現這樣的場隊 對 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 假設 對 請問一下 這個表格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跨頁標題列 一定要重複出現 這個是 當表格 因為你想 我們這邊假設有100加1月 那我們是不是這個標題列 是要重複出現的 好 那 既然要重複出現 我就會希望把標題稍微整理更漂亮一點 舉例來說 這個 機構名稱 它應該是整個至中 所以 至中 全部 標題都應該是至中 然後 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 我 只有這個標 這個 這個我覺得真的不叫標題列 裡面不應該放那麼多字 好 然後 這個段落 我就象徵性的把這個段落改成字中好了 不過這樣這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 這個 以我的要求 我會把這上面這些字 拉到表格的背注 或者是最上面去放 好 好 那不管怎麼樣 我稍微 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表格 標題列 這個標題列 畫頁要重複出現 那就簡單多了 在表格工具 版面配置 重複標 重複標題列 然後點選 然後點選 重複標題列之後 你看這邊是不是就有標題列 每頁開頭地方都會有標題列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設定 這一定要做到 好 接下來 那 通常 附件 附件 附件一附件二 所以我會在這個 這個 後面 後面 應該就直接插入 一個版面配置 分格符號 分頁 分到下一頁去 分到下一頁去 不用做到分欄 的下一頁 分頁符號就可以了 好 然後記得 記得這個 這是多餘的 把它給刪掉 然後這個 這個 內容呢 一定要改成 本文 而且我們通常 不是這樣放 真的不是這樣放 好 這是第二個附件 那這個第二個附件 是不是一樣要改成 是 本文的方式呈現 它的內容才會漂亮 這個 又沒有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標題列 一定要重複 所以我會把它先做至中 因為它是標題列 然後 重複標題列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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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邊放什麼符號 這是分結符號的下一頁 這個是錯誤的 應該放分頁符號就好了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 Enter 是Delete 好 然後請選這一個 把它改成本文 附件三 然後這是一個表格 改成本文 這個 按太多 我們把它刪掉幾個 好 所以這個是 就是本文 然後 Delete 然後這個是表格 表格的話 我們把它改成本文 你看這表格是不是 恢復回來了 嗯 嗯 這邊 這邊有看到一個 這就是等一下 我要特別告訴你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是不好的設計 它在這個地方 下面可能還有內容 它不見了 11 11 就放這一個 15 16 17 圖2 好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要把它變成 不是11 這應該是 假設我放一個 我應該怎麼講呢 這個我最後我再來講 我先把它按Enter鍵 這我最後再來講 好不好 這圖片應該怎麼處理 請問一下我們在做一份計畫的時候 要不要放表目錄跟圖目錄 要 要嘛 對不對 我至少我這邊我就有好多個表 好多個圖 我其實是可以再多講 表目錄怎麼製作 圖目錄怎麼製作 好 所以這邊剛好有一張圖 兩張圖 好 那 繼續 這個改成半彎 然後 好這些 好 表格改一下 改成叫做半彎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這是不是就是超出太多了 記得 在那個版面配置裡面自動調整 調整成視窗大小 它其實就會自動的縮小到這個 這兩個都是內文 好然後接下來這個是本文 然後建議在這個地方 我們插入一個版面配置分頁符號 分 分格的分頁符號 然後這個要往死 是怎麼判斷什麼時候要放進去 沒有啊 一個附路 從一個新的一頁開始 對吧 一個 我是這樣認為 我是這樣認為 就是說 我喜歡一個附 它的附件 假設有十份 我都希望每一個附件 都從新的一頁開始 然後接下來 快做完 好像就十個 本文 本文 然後接下來這個附件 一樣 改成本文 好 那這個地方請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內文 這也是內文 這也是內文 這我就不去講 這是這一份附件 這是這一份附件 它其實應該又要再分 這一份文件的標題 我這邊暫時不做了 好 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我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我先把大方向先做完 然後接下來呢 這份文件我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去看目錄的地方 這些只要選到的表格 都是本文 其實Word也有VBA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在做我現在做這件事 所有的表格 選到表格 然後設定為本文 選到下一條表格 然後設定為本文 還有最後兩個 這個本文 這個表格很長喔 知道嗎 這個表格很長 所以怎麼選 假設我現在稍微放大一點給各位看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表格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在縮小一點 很抱歉 你就看不到左右兩邊 然後稍微大一點 你就看到了 如果再大一點 可能你又看不到了 因為顯示比例稍微大一點點 他就會在這個地方 再大一點點 他就跑到看不到的地方了 好 這只是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 所以選到他 然後點本文 他應該 他應該最多最多長這個樣子 才對 好了 大功告成了 真的大功告成 我只是大概告訴你 還有小細節喔 但是你要是能夠做到這邊以後 以後 你標題要改成紅色 哇 一個按鍵我就做完了 都在這邊修改 都在常用這邊來去修改 千萬不要在這邊做修改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先把這個檔案先領存一下 假設我叫做 就是現在這個檔案F 然後今天日期1129 然後今天日期1129 然後點選儲存 好 請問一下喔 這邊不應該有這個段落標記 不過先不管 我們先來觀看一下 我們好不容易做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應該就 稍微展現一下 就是說 一致性 一致性的好處 就是你所有段落 你一定要痛這一次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 我現在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假設我想把所有的 標題1 所有的標題1 改成紅色字 一個按鍵我就做到 例如說 標題1 滑鼠右鍵 修改 然後這個 字的顏色 在這裡 字的顏色 假設我改成紅色字 紅色字喔 標題1 改成紅色字 然後點選 確定 你 欸為什麼第一個字 應該應該會改 這個怪怪的 好 你去看依據 是不是改成紅色了 目的 目標 甚至在怎麼評價方法 有看到嗎 好我們再點回去 剛剛是怎麼一回事啊 就只有這個錢 怪怪的 好 欸對 那等一下 容我看一下 預覽獵獵獵 因為重點是獵獵嘛 我的 也是黑色 好神奇喔 好 先不管 欸如果說真的 真的發生這種事情 你會怎麼做 不是 我會這樣做 我會這樣做 我會點一下內文 我先把它修改變成最一般的樣式 再點回去 標題1 這個字是不是有問題啊 不用啊 把前面刪掉 好啦 好啦 不是 不是 我覺得 因為那個 錢的前面 一定有東西 對 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 我跟你講 Word裡面 你要是把Word文件 貼到以上 你就會發現一堆的空白 對 對 反正就是 微軟公司創造 他幕後 寫了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是 我們不曉得 可是我跟你講 這時候就會考我們的小聰明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說 一致性修改 是很容易的事了 那 我甚至 我想把 那個 標題1 再改回來 黑色 哇 那都是非常容易的事 例如說 滑鼠右鍵點選 常用樣式 標題1 修改 然後改成 黑色 就是自動 自動 你知道自動是什麼嗎 紫是白色 紫就是黑色 這就叫自動 看你的紫是什麼顏色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再來去做什麼的修改呢 差不多先暫時介紹到這邊 我們要講那個目錄 我在這邊稍微停一下 請問一下我這樣講的內容 你們聽得懂嗎 請你一定要把這個檔案 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要藉由這個檔案 在做後面的一些事情的教導 包含樣式 樣式 我都要用這一份文件 好 所以請你們先儲存 然後 把它另存成一個新的檔案 而且要記得放在什麼位置 好不好 然後就可以關掉 然後我們下課休息 10分鐘 3點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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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